苗栗仙越岭镇公所以当地抹茶石来推动生态观光 不但办理抹茶弯粒特色油城设计竞赛 更纳入地方创生 集结了青年文创与特色餐饮 配合国际海洋日 在5月28、29号将会在出水海岸举办抹茶市集 借此跟民众来共同分享成果 日式风味的抹茶团子 小朋友最爱的铜锣烧也是抹茶口味 还有现场调配的抹茶牛奶 就连意大利面的青酱也要是绿色的 全都和抹茶正上边 越岭镇公所将这些美味餐点 和当地出水海岸的特色生态抹茶石 左相连结将举办观力抹茶市集 这个月的5月28、29、2天 会在举办这个开幕式 让我们介绍我们整个越岭镇的一些行销 在这个观力抹粒石头这个区块里面 来做一个市集 也邀请我们地方上的一些返江青年 还有地方的一些青年青龙这边 来做一个结合 还有地方的一些街头艺人来做一个表演 配合国际海洋日 逐人5月28、29号两天 在远离滨海遗文中心出水沙滩所举办的万里抹茶市集之外 政公所也号召旅行社业者办理体验游城设计竞赛 集思广义企图要把越岭海洋观光和地方人文行销出去 我们委托中州科大这边跟我们政公所这边来做一个配合 想说我们利用新的观光的据点来做一些行销 就是说跟一些旅行业者开发一个整个旅游路线 能够安排把观光客带进我们越岭镇 让我们这边地方的产业能够带动 也形象到我们整个越岭镇的一个观光型的事业上 生态观光纳路地方创生 万里抹茶市集提供平台 让青年文创特色餐饮旅游游城都能够展现出丰富成果